这三件事情是女人千万千万都不能透露的 否则这个男人一定百分之百会离开你 就是很多女人就会觉得 只要感情够深 我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但是有些事 无论你们感情有多深 都不能让男人知道 否则他再爱你 也会立刻离开你 第一 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家庭的矛盾 自己家内部的矛盾 千万不要让男人知道 这个就会让男人对你的家庭环境产生巨大的怀疑 认为你的家庭特别复杂 不和谐 从而想要远离你 因为这个成本特别高的 一旦他对你的家庭环境产生了偏见 以后你们任何理由吵架 他都会认为是你的问题 认为是你原生家庭环境 所导致你性格上的一些缺陷 你们的感情就会因此产生裂痕 他也会对你产生一些偏见 现实里面真的是有特别多 男人明明是很爱一个女人 却因为不想参与女人复杂的家庭纠纷 最终选择分手 所以家庭不可外扬 在真正结婚之前 男人他也算是外人 听明白了吗 第二 永远都不要跟现任去聊前任 有人总爱说 我前任对我这也好 那也好 你这也不好 你那也不好 以为这样男人就会对你更好吗 有很多的纯女人就会误以为 你这样做了 男人就会对你更好 大错多错 真的 你讲前任的好 并不会让他意识到 自己做的不够好 只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你的工具 还要被你到处比来比去 甚至还会认为你忘不了前任 觉得你在践踏了他的尊严 从而开始记恨你 慢慢的他就想远离你 第三 千万别暴露自己的经济情况 如果你赚钱很多 就会招来一些贪图你钱财的男人 明明你的男朋友可以努力赚钱 但当他发现你可以分担家庭开支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松懈 甚至开始花你的钱 有很多的一些傻姑娘 最后不仅被骗了感情 还被骗了钱财 如果你没钱 他就会开始有压力 甚至他会瞧不上你 说实话 认为你一直在依赖他 给他增加负担 从而对你产生怨气 之后只要是吵架 他就会说赚钱的事情 觉得你就要听他的 谁让你一直花他的钱呢 导致你自己现在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最后感情也失去了平衡 最终分手 所以不要让男人知道你自己的经济情况 保持一些神秘 他才会一直的尊重你 如果你已经犯了以上这些错误呢 你不妨可以来找我聊聊 我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能让这个男人能更加的爱你 甚至永远都不会离开你